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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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買房子 就是一幅台灣的成長史 對 因為我說實話 第一棟房子買的時候 每一棟這個房子 其實買房子 我覺得跟每個人 都很深的這個 所謂每一棟房子 都自己跟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情感糾結 像第一棟房子的時候 是在2002年買 那2002年的時候 發生一個大事就是SARS 好 那個時候 對 2002年的時候呢 所以那個時候 基本上我去看房子的時候 沒有人要看房子 我打電話去說 去給房眾說 我要看房子的時候 他還更謝謝我你知道嗎 因為我完全沒有任何人 想要看任何的房子 但是那時候聽說 你這個房子第一間 你看了100多間 才決定要買房子 對 沒錯 所以那個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SARS 還沒有Outbreak 還沒有這個所謂的爆發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看了 大概五六十間 一百多間 那時候就是騎在這個 中間後面那個摩托車 這樣一戶一戶看 然後看了六十幾間以後 因為我那時候就鎖定 因為鎖定就是內湖這一區 或者說一直 100多間真的很累 對 但是問題是 你把它當成一個嗜好 因為那個時候 反正出去也要花錢 去電影院也要花錢 你開多 你看多久一年 看房子不用花錢的 其實我們那時候 都有一個心法就是說 每天跟他講 叫房仲跟我講說 這禮拜六 我們看了五間 那五間就在一個禮拜六內看完 所以其實也是非常的方便 大概一個禮拜 一天裡面 就可以看大概五間左右 然後把你需要的條件 跟他講以後 你會一直看完 但說實話 你要買人生第一間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要壓下去 這個所謂要有激情 心情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剛好那個時候 不好意思 小弟我也是剛好離婚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剛好 因為離婚的關係 然後就剛好說 很下心來 必須要買這一間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在 2002年的時候 在SARS的時候 剛好就買了這一間下去 而且那時候買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所有人都跟我說 拜託你不要買 因為這個房子非常危險 有行無事 根本沒有人在看 結果後來甚至 賣掉的時候 那個屋主的老婆還謝謝我說 幫他們處理掉這種房子 因為終於有人要買 因為他們掛了很久 隔了大概三年左右 賣出去的時候 我就直接可以買到 兩千幾百萬的 三年賺一千萬耶 對 非常非常的誇張 我問一下Paul Paul 你這一間房子 最後面最高的價格 曾經到多少 最後面 我知道那個時候 那個 因為有很多的藝人朋友 也買掉 很多朋友在這邊 最後開到的時候 而且還有航無事後 開到90萬一瓶 你看 開到90萬 所以我還賣早了 他還賣早了 他如果再晚一點的話 他其實是 漲三倍 他可能是三倍的一個價格 不過說實在的 第一間房子要下手很難 很難 可是你第一間房子 當時為什麼會鎖定在內湖 那你考慮的點到底是什麼 對 其實那個時候很奇怪 就是因為那時候 有點叛逆 就跟小孩子 要想要離家遠的房子讀書 一樣 因為我媽住大安區 所以想說要離大安區最遠的地方 就在台北市 就選內湖 所以就在內湖 一直看 但還好也是後來 因為選在這裡以後 剛好那時候 我們從事的這些公司 也剛好搬到內湖 所以就剛好 魚幫水 水幫魚 就剛好呢 順利的就在這邊 就所有的生活 就在這邊落腳 也可能就發現 其實內湖是非常方便 但說實話 2002年那時候 很多的生活 近來還沒起來 因為第一個交通黑暗起 第二個很多周邊設施 第三個內科也還沒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有點說實話 還像跟大安區相比的話 還算是蛋白區 那你怎麼能夠適應呢 就是內湖那時候 對 單區住冠的人 住內湖 所以那時候三年後 賣掉也是一個契機 為什麼我後來搬家 賣了這個原因 也就是跟慶雪講的一模一樣 因為每天要去夜店 要去吃飯的時候 都開了好遠 重點是開了好遠後 又有點喝得小酒的話 車子又開不回來 然後坐在那間車 都300多塊 然後當時的女朋友 就跟你講說 你怎麼都住那麼遠 我要逛百貨公司 好不方便 所以就衝著她的那一句話 我就買了人車的第二棟房子 買在信義區國際民生 好 那個時候呢 就給她 很可能給她買下去 因為想說那個時候也不錯 又離這個 我們的這個星光山越 非常非常近 然後又住在這個 非常高的這個樓層 所以話不多說 頭就給她洗下去了 真的 這個也很奇怪啊 你看喔 2005年的時候 信義計畫區國際民生 當時買入的價格是47萬 可是為什麼內湖 在2005年的時候 你可以賣到一瓶50萬 沒有 因為那個是比較老的房子 因為內湖那個大概 這個比較久的房子 這個已經二十幾年的房子 算是老房子 而且說實話 因為我那時候是買在松德路 松德路其實不是在 信義計畫區裡面 因為隔一條街就不是 但是它旁邊就是信義計畫區 所以我那時候看過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這個是這整區裡面最便宜 但是相對來講 又離這個信義計畫區 最近的一個建案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買了之下 而且還有一點非常好的是 那時候 後來我買的時候 它已經搬走 所以後來我搬進去才知道 就是那時候我開門的 那個正對門有沒有 之前住的是我們的張忠謀董事長 然後在那邊以後呢 後來可能因為也 娶了一個夫人以後 就搬到我們知道 後來就搬到大子 但是之前 那個時候他是住在對門 我想說 如果那麼旺的話 我住進去 是不是也可以接一下 他的這個地氣 要不然也是包一些名牌這樣 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 但是一開始大頭買房子的時候 就是你這個敗壞的開始 怎麼說 人生這個挫敗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買了這件以後 說實話 投資運什麼運 完全的都失利 投資生意也失敗 然後投資這個股票也失敗 到最慘的時候 我要賣掉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背債 負債了大概好幾千萬左右 可是你是賺錢的啊 可是對啊 賣出是賺錢的 沒有 我的人生 我自己的這個財產的這個 我的投資跟股票都是賠錢的 那當時我只有這個房子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剛剛很多人講說 很多的這個浮動的這個事 就是我們的 如果收入是浮動 比如說老闆也好 演藝人也好 為什麼最重要是存錢就要買房 存錢就要買存錢 因為當你有應急 當你有這個萬一的時候 這時候就需要靠賣房 來做轉現金 因為那時候 很多人在逼我在 兩三千萬兩三千萬 那時候我的這個收入也沒有 然後所有收入都在這個 所謂的股票卡住了 然後做生意也卡住了 那時候怎麼辦 唯一想要辦法 只有賣房 所以08年 這是因為你股票投資失利 股票投資失利跟做生意失敗 然後後來才把這個 做生意失敗 做生意也失敗 然後所以才把這個房子給賣掉 對 所以剛好那時候又有賺錢 然後就把這個房子賣掉 賣掉以後呢 想說把這些錢清了以後呢 剩下的一些錢 就把它賣到了第三戶 就是我們的這個 大安的這個元氣之列 然後你看這個總價的話 其實才大概600萬左右 加150萬的這個車位 所以變小套房了 所以其實那裡面只有10坪左右 然後是這種所謂的挑高的 這種4米2的這種建築 然後我想說那時候 因為可能房子也買不起 所以我有買車位 因為想說買車位 是因為到時候好賣 但那時候也連車子也買不起 我那個車是在停我的套房 然後因為那旁邊 又領這個六張立結運站很近 所以我所有的這個做事 其實我都是靠這個 捷運來做通勤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 從這邊以後呢 反正那個時候想說還好是 因為這個600萬 是沒有背負任何的房貸 我如果要東山再起的話 基本上的話沒有負擔 然後還好說實話 人生就是那麼的區區折折 我就在這個房子裡面 五指登科 小小的房子 有了妻子 然後懷了兒子 然後又買了車子 然後最後又換了大房子 完全就是在這一戶裡面呈現 所以有時候 我跟你講說有時候 雖然是說 然後我說打電話也不記得 好現實 最後他跟我講說 他覺得說跟這個 我們買這種 交套房的人交往 感覺沒有什麼未來 那時候聽了還蠻心酸的 然後後來是遇到我這個 女朋友以後 那時候我願意跟我搬進來 這個小套房裡面的時候 我說你住這個小套房 而且洗衣服什麼的 那時候也不可能洗衣機擺在裡面 都是要到外面的洗衣店去洗 他說你這樣每天背秀秀 晚上會不會很辛苦 他說不會啊 跟你在一起就快快樂樂 開開開心開心 我覺得就是那種 樂天的態度感染我以後 測驗真愛 那是真的 還有可能是因為年紀還小 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有人在旁邊陪伴你 你就默默的去拼默默的 一個通告 一個通告接 有個通告就接 有個通告就接 就慢慢拼 拼到後來以後 居然有一天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寶貝我懷孕了 那我們就結個婚吧 然後就覺得說 人生怎麼 在這個大房子 人生的這些事情 都沒有這個圓滿 反正是在這個小套房裡面 什麼事情都圓滿 所以那個時候 也是因為老婆有了這個 懷了這個第二胎 然後懷了第二胎 生了以後 我想說完蛋了 生了以後 說實話雖然我很愛這個房子 這房子對我的運氣很好 但是畢竟是 第一個是這種挑高 你要這樣上上下下 小孩危險 還有小孩也危險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住人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在 我老婆在做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講過 我在內湖這一間的時候 已經看了100間的房子嗎 對 所以有一天 老婆在做月子中心 我就上完通告以後 我就跑去找一些藝人朋友 藝人朋友找完 我就去吃個麵 我覺得這區環境還不錯 剛好那邊有一個房屋仲介 我就走了進去 說這附近有沒有房子要賣 他說有啊 我就挑一間 那就這一間吧 我說這一間 可是這一間那個屋主很難 那個 因為他的屋主也是脾氣很怪 常常看不到 約不到人 我說沒關係 有的話就約 然後我就一進去以後 然後就說 我只有給你五分鐘的時間看 因為我要出門 然後我就進去繞了一圈 我一下到一樓以後 我就跟房東講說 好吧 我們就出價 然後出價以後 他也打給他 然後說那吃完飯以後 晚上就來約約 來那個談一下這個價錢 然後我後來再加了一點價錢以後 當天晚上就成交 所以這個房子是看一次就買下來 五分鐘 五分鐘就買下來 五分鐘就買 我裡面什麼都沒看 連測試也沒測試 這是1750萬的房子 最好笑的是 當天晚上我回到月子中心的時候 說老婆 我買了一個這個東西也給你看 他說買什麼 你不要亂買鞋子 又亂買手錶 他說不是 我們買了一個房子 他說什麼 差點害他又落台 他不是已經生出來了 對 但他覺得說無法不可思 他完全沒有看過這個房子 但後來證明 他後來出月中心搬起來後 他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表示 雖然我們是一次就買下來 但是前面的基本功是一定要有的 真的 不過說實在 這裡面的話 其實一開始的話 可能是自助需求 然後後來的話 變成是投資需求 那投資私利以後 又把它出脫掉 然後又變成自助需求 我想像那個Paul 就是自助跟投資的話 他在選擇性上面的話 這房子的話 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會不一樣嗎 當然啦 自助 我覺得自助的話最重要就是 它的這個價值 它的價值所在 因為它有時候 你可能買高買低 有時候人家都跟我說 很多藝人朋友都跟我說 我覺得這個房子 這個是不是 好像高於什麼行情價 我說你自己喜歡就買 因為有時候藝人進去那個氣好 跟你住的開心最重要 因為自助嘛 對 但投資的話就是價格 價格跟價格 就是你問過以後 真的這個房子的這個 所謂的成交價的這個最低價 你才有這個空間 尤其現在是房市又那麼的差的話 以前還有可能增值的空間 現在基本上 如果我們要跟別人合夥投資 我們都一定要確認 我們的這個入手價 是人家的這個 平均的這個實際 登陸的價格的最低價 還在低一點這樣 對 所以一個是價格 一個跟一個是價值 完全不一樣 然後重點是 如果是自助的話 絕對絕對要 住你喜歡的生活圈 大或小都沒關係 因為重點是 你在這個 這個待在房子裡面 可能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一天可能回去 睡覺跟吃飯而已 但是實際上 你要在這個生活圈裡面 跑跑跳的時間 是非常非常多的 對啊 但是很多人 買第一間房子 真的是會在那邊想很久 想很久 想超多 對啊 但是你會不會一直想 一直想 這拖了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之後 房子就沒了 我感覺越選越難 尤其是現在 這個房子越來越少的狀況之下 開始耶 現在已經開始有這個 地上權的房子出來了 但地上權的房子 我們要特別去住一些什麼 到底會不會真的是 比較便宜 因為現在房價如果說很高的 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就像是Paul所說的 那我如果要選擇自住的話 那我到底應該要選擇 在哪一個地方 那麼有一些人的話 他選擇說 離公司比較近一點 離這個交通地方 是比較近一點 所以他們會選擇 所謂的捷運這個 捷運宅 捷運宅 然後這個捷運宅的話 最好旁邊 又生活經營都很好 對 然後它是一個 這個地上權的案子 是 那聽說現在討論度 非常的高 那它到底有沒有占到便宜 對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是在松山的捷運宅 請教高昭哥 你覺得它划算嗎 這個地方 基本上我們知道 這個是松山火車站 這個轉運站 這是饒河街的夜市 這是五分埔的商圈 所以它這個地點 這個案子 在等於說是在這個 生活經營非常強 而且這邊有這個潤太的 所謂的City Link的商場 所以這部分 裡面覺得是 生活經營是第一名 可是它正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基本上它是屬於叫做地上權 可是地上權是一種概稱 它是應該是使用權 所以它沒有房子的所有權 它除了 現在台灣的地上權已經 不像過去地上權 叫做有土地 以前是沒有土地嘛 有土地 那現在是沒有土地 沒有房子 建物跟土地 都沒有使用權 那等於就是 租房子的概念而已 它是使用權 我後來去查一下 它的真正的名稱 是蓋稱叫地上權 但是是使用權 那個今天你就知道 我如果沒有房子 一般我沒有土地 我一般很難跟銀行貸款 那我有土地 當然很快 可是沒土地有房子 銀行還是會貸款給你 因為你有建物 可是建物跟土地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好 那很簡單 就是由銀行 撥一筆錢給建商 那建商在把這個錢 貸款給使用者的人 變成我跟建商貸款 對 所以變成像華固那案子 在景美案子也是一樣 你不是跟銀行貸款 是什麼 你主要是建商貸款給你 因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建商是 標下這個地上權 所以應該是使用權 那我們來看 它的這個很引起大的話題 它叫做SOHO事務所 我們是全能事務所 它是SOHO事務所 所以它12瓶到很小 12瓶到14瓶 規範很小 它想做一個什麼 叫做垂直的什麼 微型層次 那另外 我們剛剛講 它使用的情況是25年 或是65年 那25年的價格 大概458萬 對一般年輕人來講 股掌較好 為什麼 一瓶大概38萬 那另外年限比較長的 65年 它可以大概一樣12瓶 它可以到850萬 900萬以下 那我們算起來 大概70萬左右 可是它現場大概很行情 是大概72到85萬左右 可是像我們有個疑惑 你不管是租25年 就像租房子的概念 租25年或租65年 這好像還不錯 因為我等於是 我一次把所有的租金都 這樣也比較划算 可是等於我一次把租金都給你了 我不用擔心房東漲房租 或是把你趕走的位置 我一住就是25年 一住就是65年 對... 但是我們如果看 它的大概價格是在落到 72到80左右 可是我們看附近的行情 知道每一瓶大概73萬 一般地上瓶大概是平均 有所謂的權狀或沒有 有權狀 大概只能8成到6成的價格 6到8成的價格 大概6成到8成 因為你沒有土地 也沒有建物 憑什麼 它怎麼可以喊到70幾萬 因為什麼 因為它旁邊的生活機能很好 所以它告訴你說 你適合使用錢 可是我在我CityLink的旁邊 你當然是要價格拉高 所以當然看起來 剛剛慶賢提到 這到底划不划算 我買到等於是區域行情的價格 其實不太划算 當然它裡面還有這房屋稅 所以大概 如果我們用這樣來攤提的話 假設 以它的總價這樣來攤提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它可能一個月 大概要包括房屋稅的部分 可能要攤提 假設65年的話 大概一個月的價格大概1萬3左右 當然1萬3比附近的租金行情 還是要低一點 所以它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雖然是如此 小評數 但是我的攤提的部分 攤提到65年 一個月大概是1萬3到1萬5 可以去買這個 所以後來他們算出來的投資報酬率 大概都2.82左右 可是它不能買賣啊 我中間如果我不要住這麼久 我中間要賣掉 可以在簽約的時候 要看這個建商跟你能不能轉換 但是它就說可以做繼承 那凸顯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不像其他的國家 它可能會定期的強迫你改建 那現在台灣的地上權或使用權 出去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提到說 未來住了50年之後 誰來幫我改建 那你要自己改建嗎 它沒有一個配套措施嗎 沒有 目前沒有 對 我講一個我朋友 在大陸的案例 因為大陸地上權 這個大家知道行之已久 好多年都是這樣的狀況對不對 大陸地上權就是說 好 我雖然一樣是70年 給你一個這樣一個使用權 對 跟房子這個使用權 但是房子是可以買賣的喔 對 那他們當然 我就說那你這樣住70年 房子不就老了嗎 他說基本上你看不到 不管在一線二線三線城市 你看不到老房子 因為政府會介入 他們覺得這樣有影響市容 所以房子大概在30年 20多年就會主動介入說 你這房子要拆遷了 我們要幫你改新的 請你要不就選擇 把殘餘價值變成錢 給你一筆錢 或者是呢 把這個 給你一棟新的房子 請你搬到新的房子去住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拆遷戶 對 而且 所以他們在徵收的時候 他們要 這個都市再造的時候 其實他們相對來講 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這裡面就 關鍵就出現了一個 你講的關鍵 就是Location 所以你真的值得買地上全的地方 應該是在黃金地段 如果今天黃金地段 譬如說在信義區 那個台北花園 那個在信義區裡面 它也出現地上全這樣的房子 那你碰到折舊的問題 也每一年再調地租 至少價值是高的 可是問題是 它的房價漲更快 所以你那時候進去買這個房子 就有機會 就像你剛才提到 在大陸也是這樣 所以 真正他們在跨國在投資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就投資黃金地段 黃金地段再貴 我都進去買 買完了以後我就等著 政府來跟我談 而且你知道 他們甚至會有人覺得說 沒關係 雖然這個房子的殘餘價值 只剩下十年 或甚至一年兩年 我都寧願買的放在那兒 就是等政府幫我介入來都更 或是說幫我介入 要幫我算殘餘價值 我就等著領那一筆錢 或等著搬到一套新的套房 而且你知道政府蓋著新的套房 他們叫做高新區 這樣你看到 這是寧波 看到這是二線城市 然後成都也是準一線城市 現在是二線城市 準一線城市 你看到高新區這麼漂亮 然後合肥市安徽首都 其實它的高新區長這樣 舟山 你看到 每一個高新區都是很新穎 很現代化 所有建築工法都是最新的房子 那你是不是要換套這樣的房子 所以大陸人現在很多人在實行這個 所以草房 風氣也是起來 也是因為這樣子 其實台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地上權的話 其實有引發過幾個爭議 但過去的話 房價高漲的時候 地上權其實變得是自走可熱 包含像我們看到的金站 那金站那一棟大樓的話 其實也是地上權的案子 當時呢 其實它的一個市價的話 是低於市場行情的 大約是在這個四成左右 那所以當時他們持有的一個價格 都非常的便宜 可是隨著房價高漲以後 這個金站的一個價格 也逐漸的高漲 所以後來政府釋出很多地上權的一個案子 讓建商來飆 那麼使用時間 這個土地的話 大約都是在70年左右 包含了華僱 包含了森陽 那麼後來房市急轉直下的時候 其實這些地上權的案子 變成一個燙手山魚 那現在再重新再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案子的話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爭議 或者是土地在利用上面 出現了一些爭議在 包含了哪一些優點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不用繳土地的增值稅 然後大部分拚以兩到三成 每年不用繳地價稅 可是呢 來 不好意思 你要繳什麼 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的地租 要交給政府 就是說跟政府來租土地 包含了華僱那個案子 後來引發爭議說 不得了 因為政府後來公告的一個地價 調升了以後的話 我反而要跟政府 租了很多的地租下來 換算下來 其實我比房租還要來得貴 另外呢 銀行要不要借給我錢 不願意 因為你是地上權的案子 所以它的貸款成數非常的低 它的增值性的話 其他的房子 隔壁的房子的話 因為有土地 有建物的所有權 所以他們要出貨一個價格的話 價格會非常的高 可是碰到地上權的時候 就會像你講的說 只剩下20年的時間 只剩下30年的時間 剩下1年 2年 我說我還要買嗎 它的增值潛力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低 對 我要補充一下 這裡面有一個陷阱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地上權 我們講是很多現在是使用權 所以你沒有建物 那沒有建物怎麼拿來的房屋稅 所以會有一筆很特殊的房屋稅 這個叫做漁木混租 你怎麼說我沒出口 哪有給你房屋稅 他把第三項那個 每年需繳公告地價 繳的租金 是建商要繳給嘛 對不對 然後繳租金的時候 他就認為說 按照給消費者買的時候 這一筆就是我告訴你的房屋稅 所以等於是說 我要替政府攪租租對不對 租租租租租租租 我轉價給消費者 這個也要特別注意 我們特別有提到說 那時候只有使用權 大部份的使用 有鍵物的地上權 確實是可以 因為有貸款 因為有住房子嘛 有房子 可是你現在只有使用錢 你只有空間 你房子見物 土地都不是你的 哪來的房屋稅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所以看了地上權三個字之後 還要多問一句 我是有房子的所有權 還是只有使用權 沒有錯 像金站那個是 他是在租刃 租刃約 所以你跟金站之間 買金站是拿到三張的什麼 契約書 三張的租約 各五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還有十年 因為民法規定 租刃只能最長二十年 所以他拿的是 不是權狀 也不是建物 也沒有土地 拿的是租約 三張的租約 有些人 你為人來說 公司的租約 要是 求職 勝利 敷人 入圈